六岁女孩突然晕倒 医生的诊断让她们陷入绝望 我们当时都没有想到那么严重 刚六岁多呀 当生命走到尽头 父母说出孩子曾经许下一个善良心愿 他用一个善念和死人进行另一种形式的抗争 大夫你骄傲孩子 敬请收看传奇故事 六岁女孩的最后心愿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 我是主播金飞 有句话说呀 一个人生命的意义不在于活得长短 而在于是否活得有价值 有些人呢 活得很长久 可能也只是庸庸碌碌的过一生 有些人呢 虽然活得很短暂 他有限的生命 散发出的却是耀眼的光彩 我们今天要说的就是这样一个生命 生命的这个孩子叫丹丹 非常活泼可爱的一个小女孩 不过呢 这是以前的丹丹了 就在去年一月份 才刚满六岁的丹丹 已经变成了另外的样子 他躺在了病床上 一动也不能动 整个人都陷入了深度昏迷 生死未复 丹丹这是怎么了呢 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只能说这一切来的是猝不及防 据丹丹妈妈说 事情发生在三天前 丹丹在客厅里头跳舞玩 玩着玩着 孩子突然就摔倒了 起初呢 丹丹妈妈还以为是孩子不小心摔倒了 可是过去一拉坏了 丹丹竟然是晕倒的 丹丹妈妈当时就吓坏了 赶紧把孩子送往了医院 这一检查不要紧 丹丹妈妈当场就崩溃了 医生初步诊断 丹丹之所以会晕倒 是因为他的脑部长了个肿瘤 叫脑胶质瘤 恶性的 最关键的是 这肿瘤长的位置非常特殊 正好位于脑干和脑垂体的正中间 就是在他的中枢神经附近 因为他那个肿瘤长的位置特别不好 他距离生命中枢特别近 所以他一旦是稍稍的长大一点点 他可能就直接的压迫到 这样管这个血压 呼吸这些生命中枢 然后他就会威胁生命 当拿到这个诊断结果的时候 单单一家人都惊呆了 他们根本就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孩子明明昨天还是好好的 一点预兆都没有 怎么摔一跤就有恶性肿瘤了呢 还这么严重 会不会是诊断错了呀 他们带着孩子一连去了好几家医院 可结果呢丝毫没有改变 你当时都没有想到那么严重 你这刚刚六岁多呀 那像那病 我身上都好 是啊 变故来的太突然了 单单的父母根本就没法接受 孩子他六岁呀 怎么就得上这种病了呢 可是医生接下来的话呢 就更让他们感到绝望了 医生说单单的情况非常危急 随时可能引起心脏骤停 唯一的办法就是手术 可是手术的结果只有两种 依旧是手术过程当中 单单坚持不住 根本就下不了手术台 二是手术完成了 孩子有可能变成植物人 可小而知 当听到这番话的时候 单单的父母简直是 撕心裂肺般的痛苦 也就是说无论手术不手术 手术成不成功 孩子都不可能恢复健康了 摆在面前的都是绝路 而也就在他们无比焦急的时候 单单的病情呢 却恶化的非常快 也就在确诊后的第三天 他的身体状况突然就急转直下 被紧急送往了医院进行抢救 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并没有完全的预料到 他的进展 他就很快 因为虽然他也知道 他是一个恶性的种类 而且有可能有喜欢到的脑干 但是最开始打电的时候 虽然是需要这些肤肌 这些普通情 但是整体的生育体 就还算是可以接受的这种情况 他的溶压比较高 脑积液的循环已经被打破了 那些病情变化很快 连医生都没有预料到 才三天时间 单单的病情就来得如此凶猛 而这突如其来的变化 更是让单单的父母 陷入到了巨大的恐慌当中 好在这次经过医生的全力抢救 孩子的情况倒是暂时稳定住了 但是他也彻底陷入了昏迷当中 而当时单单的这个爸爸妈妈 迫不及待的来到病床前 看望孩子 为了给女儿打气 单单爸爸特地还给孩子 带来了一样东西 单单你看 这是老师给你发的讲座 你看一眼 老师说你学习特别好 但是你还要努力 听见没有 单单爸爸想用讲座和老师的话 来鼓励单单 希望孩子能够振作 而让人不可思议的是 昏迷中的单单 似乎听到了爸爸说的话 他的眼酒竟然流下了一滴眼泪 单单既然流下了眼泪 说明在他的潜意识里头 一定是听到了爸爸的话 但是他没办法直接开口说话 只能用这种方式回应爸爸 而看到孩子的这滴眼泪 单单的爸爸妈妈心都碎了 他们真的希望女儿能够赶紧好起来 而为了挽救这个幼小的生命 医院呢 也在积极的想办法 他们紧急联系了全国最具权威的儿童脑外科专家 会诊呢就约在第二天下午两点 而单单的病究竟有没有治疗办法 只有看第二天的会诊结果了 此时距离单单发病已经是第四天了 单单的爸爸妈妈日夜都守候在医院 已经几天都没合眼了 医院劝他们回去休息一下 等待第二天的会诊结果 其实到这个时候呢 单单的爸爸妈妈都还有些不敢相信 一切都像做梦一样来的太突然 没有一点心理准备 此时此刻他们害怕极了 单单才六岁 生命才刚刚发芽 不可能就这样没救了 所以他们非常期望第二天的会诊 能够给孩子带来一丝升级 这是他们最后的希望了 然而市政的发展 却远比他们想象的要残酷的多 还没有等到第二天会诊 就在当天晚上 他们才刚回家 医院再次传来了单单病危的消息 没想到后来就有一个很快的心率血压 包括呼吸的这个波动 所以进展的确实是比较快 也挺重要的 就吃点饭 刚坐 快的还没难 单单再次陷入了危机 他的心率不断升高 血压不断的一下降 而且开始失去了自主呼吸 并往里的单单的床边围满了医生 大家都在紧张地抢救这个微弱的风力 而在病房外边 单单的父母和家人 都在焦急地等待着 祈祷着 他们希望单单能挺过这一关 上天你给我千万分之一的机会 你让我 然而抢救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 单单的情况依然不见好转 这个时候一直站在病房门口 焦急等待的单单妈妈 开始控制不住了 眼看孩子正在生死边缘挣扎 单单妈妈极力想要去看你而已 可是为了不影响医生抢救 单单爸爸拼命地拉住妻子 而因为抢救情况并不乐观 这天晚上七点钟 医生决定将单单转入重症江湖市 眼看着孩子离死神更近了一步 夫妻俩是痛苦男人 单单被推进了重症监护室 这意味着他的情况已经非常糟糕了 对单单的父母来说 这真的是心如刀绞 从发病到现在也就四点时间 孩子就已经奄奄一息了 这样他们怎么承受得了呢 而在病房外有一个人比单单的父母还要伤心 那就是单单的姥爷 单单可是他最疼爱的外孙女 孩子突然病成这样 老人根本就无法接受 老人难过的哭打在了椅子上 是啊 打从一生下来 单单就是这个家里的开心果 聪明伶俐的他从小就能歌善舞 给家人特别是给长妹们带来了很多的快乐 是一个非常活泼可爱的孩子 我回家吧 我回家 姐 喝起来 喝起来 快快快 我还在十个月 把他生下来 他从那么一点点养成蛋 一点一滴 你说那能容易吗 一点都不容易 确实不容易 可以说单单的长大 倾注了全家人所有的心血和爱 本来嘛 他是可以在家人的呵护之下 快快乐乐的长大 可是谁也没有料到 命运对他如此无情 让他患上了这种病 所有大人的心都快要被撕裂了一样 大家都拼命的想留住他 不想让他走 可是希望 却是似乎越来越渺茫了 在重症监护室里呢 虽然医生仍然在积极的抢救 孩子的病情呢 却还是在急剧的恶化 肿疗已经压迫到了他的中枢神经 单单出现了呼吸衰竭 甚至一直丧尸的精华 全身肌肉也出现了痙攣 看着孩子被病痛折磨的那个样子 医生也是束手无策 孩子觉得太狠了 确实是我们也无力回天 又经过四个小时的抢救 孩子的生命体征越来越弱 医生让家属做好最坏的打算 并且让爸爸妈妈和他多待一会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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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 designed太小伙似u 사고 我还在写時 好的 我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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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吓唬你了 知道了嗎 單單媽媽掙扎著不願意離開女兒 眼看著孩子的生命在你面前一點點的流逝 做父母的卻沒有辦法救他 那種心情就像高哥一樣的痛 如果可以的話 他們恨不能拿自個人的命去換孩子的命 可是該怎麼辦呢 難道真的就眼睁睁的看著孩子就這麼走了 單單爸爸媽媽是無比的悲傷和絕望 不過就在這個時候 他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 他們記得在生命之前 單單曾經在偶然之下說過 他有一個心願 如果等他以後身體不行了 他要做一件事 什麼事呢 說出來讓所有人都大吃一驚 單單竟然說他要捐獻自己的器官 很難想像吧 一個六歲的孩子竟然要捐獻器官 他怎麼會萌生這樣的想法呢 而接下來 單單的爸爸媽媽 會願意完成孩子的這個心願嗎 剛才我們說到年幾六歲的女孩單單 因為患有惡性腦瘤 命在旦夕 而讓人不可思議的是 單單的父母說 孩子在生命前呢 曾經說過 想要捐獻自己的器官 所有人都很驚訝 一個六歲的孩子 怎麼會有這樣的想法呢 單單的爸爸媽媽說 那是一次偶然的機會 他們一家人呢 在看電視 正好就看到裡面有些小朋友 生病了 需要器官移植 可是卻因為器官緊缺 無法得到醫治 單單呢覺得他們特別可憐 當時呢他就說了這麼一番話 他就說要是我以後不行了 我也願意捐獻器官 說這些小朋友太可憐了 說有病有不定強 我以後我大以後我去學醫 我當醫生我給那些小朋友看病 我還是不好了 當時聽到女兒說這番話的時候 單單的爸爸媽媽都只是會心的一笑 為女兒的董事和善然感到欣慰 可是他們怎麼都沒想到 這孩子竟然真的這麼快就走到了生命的盡頭 那到底該不該完成孩子的這個心願呢 單單的父母也很矛盾 畢竟中國人都講究體面 死也要死的有尊嚴 何況單單還是個那麼小的孩子 這樣做對他來說是不是太殘忍了呢 但是最後他們還是決定尊重孩子的意願 一方面是為了實現孩子幫助別人的願望 另外一方面他們也想用這種方式 讓孩子的生命繼續延續下去 只要孩子的器官還在這個世界上跳動 他們就會感覺到孩子還活著 只要孩子還活著 對他們來說就是有莫大的安慰 尤其是孩子那雙清澈明亮的眼睛 他們不希望這雙眼睛就這麼永遠的閉上 他們希望他還留在這個世界上 看到這個世界的各種美好 所以孩子的這個器官缺陷之後 他們一定要知道這雙眼睛安在了誰的身上 希望能夠再看看那雙美麗的眼睛 我聽那個眼睛 你必須得知道安在誰身上 你知道嗎 我含那什麼眼睛 我聽這眼睛說真是會說話 從遠處看一看 我也心滿意足 主要從遠處看一看就心滿意足了 只要知道孩子的生命還在延續 不管什麼形勢 他們都心滿意足 丹丹的爸爸媽媽 只能以這樣的方式為助孩子 對他們來說 這也是唯一的方式了 所以當天晚上 他們就找到了丹丹的主治醫生 說明了想法 而聽到了他們的想法 醫生們都非常感動 其實關於器官捐獻 我們雖然說的很多 也聽過很多 但是在現實生活當中 真正去做的人 還是遠遠不夠 所以就像醫生說的 像丹丹的父母這樣 能夠這麼開明和善良 在這個時候做出這個決定 需要很大的勇氣 而他們的這個做法 也得到了醫院的大力支持 很快在醫生的朋友下 丹丹的父母 依然在公民死亡捐獻證據書上 簽下了名字 和你的生命 真的不錯 真的挺好的 你的事 就當他流去了 我覺得那也不錯 而或許是感受到了 爸爸媽媽已經替自己完成了心願 就在丹丹爸爸在同意書上簽字沒多久 第二天凌晨 也就是丹丹發病後的第五天 他的生命進入了倒計時 醫生安排丹丹的父母和家人 一一進入病房 跟孩子做最後的告別 丹丹的媽媽拿來了梳子 她要最後給丹丹梳一次頭 並且剪下了丹丹的一粒頭髮 這是他們從孩子身上 留下的唯一的東西 以後只能靠著這粒頭髮 寄託對女兒的思念了 丹丹的媽媽哭得很傷心 她最後親了些孩子的額頭 這將是母親倆在這一世最後的論壁 和媽媽告別完 丹丹的爺爺穿握握握的走進了病房 對這孫子生命之後 一直表現得很堅強的老人 在此刻也終於壓著不住內心的背痛 不能這樣स了 可以這樣玩 不用這樣一個 enables 都是你和爷爷去找理解 明明你在那边 明明好孩子 有人说人生在世最痛苦的事情 就是生离死别 生离之痛 痛彻心肺 死别之伤 更是伤心欲绝 更何况这一次送走的 还是这个家里所有人的心头肉 他们内袭的痛苦 那是可想而知 可是很快 最让人悲痛的那一刻 还是来临了 和家人一一告别之后 那天凌晨两点钟 担当的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 可爱的孩子永远闭上了双眼 离开了这个世界 泪水浸湿了所有人的眼睛 此刻我们能做的 就是用力记住这个孩子 记住那个天净的笑 记住那个善逃的心愿 记住这个世界上 这种小小的他从来过 留给人间一份大大爱 担当爸爸为丹丹感到骄傲 现在我们这些旁人都为他感到骄傲 他在六岁却做到了很多人都无法做到的事 他虽然走了 但是我们可以说他并没有走 因为随后从丹丹的身体里 医生保留下来了一个肝脏 两个肾脏 两只眼睛 这些呢都是丹丹留给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礼物 而为了让丹丹的礼物更好的发挥作用 医院的医生紧急称作最早的横着 把丹丹的两个肾脏送到了上海和广西 而这两个肾脏将会在12小时之后 同胀他们的新主人 而丹丹美丽的眼睛 也会让另外两个人重见光明 这丹丹的这次捐献 也是当年北京首例公民死后器官捐献案例 手术过后丹丹被推了出来 丹丹的爸爸妈妈来到病房外 最后再送女儿一程 她看到女儿那么小的身躯 她在结外的长山里 在夜醒不过来的时候 丹丹的爸爸控制不住 失与生痛苦 导致我看一眼 单单走了 那个爸爸妈妈最疼爱的小天使走了 可以想象单单的父母内心有多么的不舍 而此刻他们最想知道的 就是孩子的那些器官移植给了谁 就像前面说的那样 如果能够远远的看上一眼 对他们来说 那也是莫大的安慰和寄托 单单凌晨四点钟 单单的肝脏被移植到了一名叫小可的小男孩的身体里 而手术后的第三天 单单的父母就特意来到医院 远远的看了一眼 头破心上的这个小男孩 而让单单妈妈最放心不下的那双清澈明亮的眼睛 也被移植到了两个小姑娘身上 让他们重见光明 单单虽然走了 但是他幼小的生命又以另外一种形式 在五个孩子的身上得以延续 那天的云是否都意料到 所以脚步才轻敲 以免打扰到我们的时光 因为注定那么少 风吹着白云飘 你到哪里去了 想你的时候 抬头微笑 知道不知道 单单这一生确实太过短暂 可是他却留给了亲人们太多的回忆和难舍 也留给我们太多的感动 或许吧 或许他就是上天拍下来的小天使 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 就是为了完成的救人的使命 而对于单单的父母来说 这样的结局呢 应该也是最能释然的 孩子虽然离开了 但只要他们知道 这个世界上还留有他的生命气息 只要他们知道人群中有双眼睛属于他们的女儿 目光交接的那一刻 会天真地注射着他们 只要他们知道这个世界上 有五个人的身上都负载了女儿 纯洁美丽的灵魂 他们就会觉得无比骄傲和心满意足 好 各位观众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 如果在您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 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来论方式告诉给我们 好 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 好 各位观众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